大件事啦!74萬戶公屋居民9月可能要加租 居民聽到當然是耍手令頭啦 雖然大家都不多like 不過又到了公屋每兩年調整租金的檢討 而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 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是13年初的16800元 到15年底升至19700元 升幅為17% 由於按租金封頂機制最多只能加租一成 所以預料今年9月很大機會都加至上限一成 雖然兩年前公屋都加租一成 但當年財政預算案有向居民派堂 當眾包括為公屋居民代交一個月租 部分抵消了租金加幅 而2012年亦加租一成 但當年居民獲免租三個月 扣除加租幅度還有賺 不過今年政府減派 市民要硬食全部加幅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指 在公屋租金檢討機制下 即使公屋居民入息增幅超過一成 加租幅度也封頂為一成 相信自2008年修訂房屋條例以來 公屋居民整體收入升幅 多予租金升幅 租金佔住戶入息中位數 亦由以往超過一成 降至一成以下 認為居民已受惠 不過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麥美娟 質疑租金檢討機制制後 沒有考慮居民面對的困難 促請房委會免租解民困 ONTV的網 電視新聞台報導